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梁静如捣嗓这个话题 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网友都在分享 梁静如哈尔滨演唱会上《燕伟蝶》这首歌 而且很多人认为他的唱功现在已经不如以前了 因此梁静如捣嗓这个话题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 有人说梁静如这场倒嗓挺明显 感觉唱得好吃力 但是也有人说疲劳 身体透支 感冒等情况 也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 况且演唱会合同的日期都是定死的 不能突然不演就不演了 最后只能硬上 这种情况在歌手中很常见 总之吧 现在出现了两种声音 一种认为梁静如倒嗓了 嗓子不行了 所以导致演唱会翻车 另外一种声音则认为 在演唱会上 嗓音出点问题很正常 很多大咖歌手也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下面我就来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我们判断一位歌手 他是不是倒嗓 只凭一首歌 或者是单一的某一场演唱会来做判断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为倒嗓它是一种生理机能的退化 更确切地讲就是 声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退化了 这个就好比我们偶尔看到有一个人 他有一天发了脾气 你就说这个人肯定更年齐了 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是吧 所以要判断梁静如究竟是不是倒嗓 这个还得结合他在同一场演出中 其他歌曲的表现 以及最近其他场次的演唱会上 他的状态如何 我们要进行综合分析 那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首《燕尾蝶》 然后我们再对比他其他的歌曲 首先对于哈尔滨的这场《燕尾蝶》 这首歌曲来看 这首歌确实唱得很糟 其中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它还是来自音准方面的 就是音准的不准 造成听感很差 而在这个持续跑调的背后 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真假神打架 因为声乐的问题 很多都是一连串相关的问题 都是连锁反应 所以在真假神打架的同时 它里面存在气息不足 然后生态力量的不足 这些问题都集合在一起 就出现了大家听到的这种 比较差的听感 总之这首歌曲唱的 确实是非常糟糕 但是在同一场的演出中 其他的歌曲相对来说 就没有那么糟 比如《勇气》这首歌 听起来就比《燕尾蝶》 要舒服多了 那么有人就会问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同一场演出 两首歌怎么反差会那么大 那是因为 《燕尾蝶》这首歌曲 它本身难度比较大 比《勇气》要难唱多了 因为《燕尾蝶》这首歌曲的旋律 它的高潮段 这个副歌整个段落的旋律 基本上都是在高音区徘徊 而这首歌曲的调 它是降弊调的 副歌的旋律一直都在 《兜》这个音上 你看一直在 一直是 一直在这个《兜》上 反复 反复的出现这个音 不断持续 这个音啊 对于大部分的女生来说 它是一个坎儿 降弊这个音啊 是很多女生的换身点 什么是换身点啊 就是真假神转换的一个音区 这是一个坎儿 就到了这个音 真声就过不着了 假声呢 可能还出来 所以你要把真声跟假声 进行结合 其实就是一个 需要很好的那种 换身的状态进行演唱 所以呢 这个旋律总是在这个音 上下浮动 而且呢持续 也就是说 它一直就处于你 换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换身区的演唱 它对声带的要求 是比较高的 它需要很强的声带控制力 也需要气息的支撑力 所以说 当你的这个声带 需要长时间处于这个 拉紧状态 发力状态 所以呢 演唱起来 它就非常的吃力 来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我们举哑铃 如果你举一下 即便是相对比较重的 一个哑铃 举一下是可以的 瞬间的力量 很容易发力的 但是 如果让你持续的 举20下 举50下 没完没了 让你一直举下去 一直举下去 那你就累了 就你的手臂的这个肌肉 就会开始疲劳 力量就会慢慢的 就不足了 直到最后 你可能举不起来了 所以这个持续的高音徘徊 旋律在换身点上的 不断出现 这对于声带的力量来说 是非常具有挑战的 就想让我们持续举哑铃 对你这个手臂的力量 是有挑战的 所以这个隔难 就难在这儿 这个音 这个换身点 如果偶尔碰一下 不持续出现 那没问题 有时候 甚至更高的音 偶尔出现一下 都不是问题 但是呢 怕就怕 这个音持续出现 这是歌曲中 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一种情况 假如我们平时身体好 你举个二三十下 可能也没问题 但是呢 要是你今天不巧 赶上有事 假如身体不好 心情不好 状态不好 或者其他的问题 可能当你举到十下的时候 你的力量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啊 我觉得 梁静茹的这首《燕尾碟》 他唱的确实很糟 但是呢 这不一定就说明 他当丧了 我之所以要这么讲 是因为 我比较了一下 他其他的歌曲 比如 他在上个月 八月份 在苏州的那场演讲会 相对来说 那一场的声音状态 就明显比这一场也好 另外啊 我们还可以再听一首 也是在哈尔滨的那一场 他唱的另外一首歌 《情歌》 在真假神的处理上 相对来说 也比燕尾碟要好不少 虽然啊 这一首歌曲 他不能证明 梁静茹就是刀嗓了 但是呢 我们通过哈尔滨的 这场演唱会 确实也看到 梁静茹在演唱上的 一些问题和不足 说实话 在我的印象中 梁静茹 他就不是一个 唱功型的歌手 所以呢 在状态不太稳定的情况下 出现这种状况 这也很自然 或许歌手曾一鸣 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身体的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 确实会影响到 歌手的演唱状态 因为演唱会 它就是一场接一场的硬仗 持续的 不断的连续作战 作为一名歌手 你就没有办法 即便你身体不佳 状态不好 那你也得硬上 因为这就是你的工作 舞台就是你的战场 是有合约的 枪以上堂 必须得上 最后呢 我在网上看到 一则留言 说是吴百 跟梁静如的对话 吴百呢 看到梁静如 这首翻车的叶伟碟 就问他 说 你还真唱啊 梁静如说 难道你假唱吗 吴百说 我不唱啊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订阅关注本频道 还望老朋友们多多点赞 我估订阅关注本频道 我估订阅关注本频道